好,你就先越地踏步 越地踏步 好,停 你們自己來看齁 他的肩膀,你看有沒有一高一低 有齁,然後在這裡 這個,我們講的這個 他這個肩膀 你來這邊看,你看一前空 可以看到齁 再來 我們這邊簡單看 這裡,你看這裡一高一低 臀部也一樣 你可以看臀部 好 還有再來,他的身體 身體 頭跟腰,你看他是這樣 腰移過來這邊 你會心記嗎? 對 剛才他有右腳長嘛 是呼吸系統 所以我現在判定他是右腳的問題 會比較多 好,我現在請你這樣 好,我要測試一下 我調之前跟調之後 好,你看,你就扣住 扣住 那我這樣壓你 好,輕鬆 好,站不住對不對 好 換後面,扣後面 好,光這樣壓就站不住了 對不對 這沒有套招了 好 那我現在來請你躺 好 頭在那邊 腳在那邊 頭在那邊 腳在那邊 我今天教你們是 你們自己回家做 自己回家做的 所以我希望你們回家可以自己做 這個 對不起 就是像剛剛李醫師 放鬆 就是像剛剛李醫師講的 這個腳 會有所謂的外翻 有的人是 會往內 內翻 有沒有,感覺有內翻外翻 他算還好 有的人會整個躺下去 就看看影片裡面有講到 那你會發現 好,放輕鬆 躺開一點點 你發現他哪一個比較倒 這個 對 所以我剛才判定他右腳就是這樣 躺下來,真的是這樣 好 我也是從上面慢慢判定下來 這隻腳就比較外翻 以古是叫外翻腳 這隻腳會比較長 所以你要想辦法把這隻 把它翻進來 這樣可以嗎 那大家有手法很多 我們就講 你回家可以自己做的方法 我就簡單介紹好 來 你要彎起來 然後 彎起來 你回家的時候自己彎起來以後 就跟剛剛一樣 好 那繩子啊 綁在兩指 冰骨兩指的地方 然後往下 繞一圈起來 一樣綁九分緊 然後繞一圈 繞兩圈 這邊 好 往這邊 然後 把一個 脖緊 好 注意囉 要來囉 有學過人應該知道 好 腳最後 那個彎起來 九十度 好 你應該自己這樣做 回去就這樣 彎起來九十度 然後往前五度 好 然後手來 扣哪裡呢 這裡有一支骨 這裡有骨 你就扣住那個骨 然後你現在開始震動 往自己的下巴的方向 震動 好 停 有一種呢 叫搖動 這樣 這顆的搖動 這顆的震動 我們要震動 不是搖動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我這樣分辨可以很好 好 好 我就一邊 一邊做 我這樣講 這樣你們印象比較深刻 其實你動這裡啊 不是真的要動膝蓋 是要動哪裡 腰 腰 不是 是正條脊椎 我來動給你看喔 你看這樣是不是 他頭會動 你先不要動 有沒有 好 我在講喔 胸部會動 這才是對的 你看喔 喔 很大的 胸部沒有動 就發現 這是錯的 我們要的是 動那個脊椎 所以這樣才會動脊椎 那因為我們這樣一彎起來的時候 脊椎是 我們從 整個這裡 腰椎這邊把他拉起來 到這樣的時候 脊椎會被拉直 就在這個時候 他是直的 然後這樣震動他 把脊椎一節一節的這樣震動 他的原理就這樣 這麼簡單 就把他拉直 然後震動這樣 可以嗎 好來 你們再試試看 這是90度 往前5度 好往自己的下方方向震動 有了 真是有了 喔喔 30下就好 來30下 自己數30下 這不好意思 用力的軟定可能比較好 我忘記講了 所以他現在做比較僵硬一點 這不好意思 回去你試試看 可以嗎 30下 好 接下來第二段就是 把他壓壓 你就把自己扳 扳到 底 然後放回來大概5度 這個地方 然後往你的肚脊的方向 20下 這樣就可以了 好往肚脊的方向一樣震動 他躺不得太硬 所以會覺得有點僵硬 好 這個壓的方式呢 是往下壓 壓這樣 對對對 所以他媽都不輕鬆 還想他媽 下次要帶瑜伽 好OK 這樣就是30、20下是一輪回 對不對 我們要做兩輪回 好 我們要再一次 回到這裡來 往前五度 好像在做30 好 再往前 好 壓 OK OK了 好 放下來 好 然後呢 腳伸直 你大概休息個三分鐘 大概啦 休息個三分鐘 OK齁 因為我想讓他直接先起來一下 好 彎起來 剛剛有人 欸 剛剛那個事情他起來的時候 是頭直接這樣起來對不對 他很容易上到腰 不可以這樣 要怎樣 側身 好 等一下 你這腿長對不對 所以你要側這邊 要側另外一邊 好 然後起來 好 然後把他拆開 但記得拆的時候 這隻手 要護住他 這個膝蓋 不能讓他 那個開掉 不能開掉 所以用這隻手拆就好 好 然後等一下起來的時候 用跪坐的方式起來 好 盡量這個地 這個地要不要分開 不然我們剛才喬的地方 就沒有效 好 所以你就 側這樣 就這樣 好 跪起來 好 跪起來 好 高跪姿 你要用左腳先 先 抬起來 左腳先 這樣抬起來 然後手撐住起來 好 好 就這樣好 像剛剛 欸 對不起 側邊 像剛剛那樣 扣住 我再測試一次跟剛剛一樣 好 你扣住我 好 注意看喔 我跳上去 往這邊 好 預備喔 跳上去 你根本只要問我當 你問我多痛嗎 有沒有感覺力量變很強 沒有套招嗎 確定 這就是 你脊椎 你整個把它 腳症回去到它平衡的時候 它力量發揮是最大的 這樣可以嗎 我去測試給你看 就是這樣 就很簡單 就這樣而已 沒有套招 而且它可以撐住我 我八成到十公斤 那這樣一倒就快倒了嘛 好 那我現在測試給你看喔 你現在齁 就腳這樣把它這樣 打開 對 把它破壞掉 你把它破壞掉 對 對 然後換個腰 幹嘛這樣 對 隨便扭轉 對 隨便扭轉 好 來 手再來 你看 都不用幹 我沒有跳上去 我都不用跳了 都不用跳 就這麼簡單 嘿 所以這個動作 要每天做 就像林醫師講 下床有時候 你可能做過什麼東西 就破壞掉了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以嗎 好 我先謝謝你 好 會啊 會啊 對 因為 你這樣一動 是像是動全身 你動脊椎是像是動全身 你動脊椎是像是動全身 每個學生都起來 這個如果 那要躺著的話 他背部會 會不會 我去做都知道 會不會 請問 用彈王船 坐這樣子 不行 它要再硬 然後有點軟硬這樣 對啊 我們要在那邊坐 一家店還好 睡覺不是彈王船嗎 坐不能坐 不能在那邊坐 那你睡覺不是要綁著嗎 睡覺沒關係 再坐這個 坐這個 在調整的 你回去說說 在調整的時候 你坐很難坐 對對 調整的時候很難 你可以先在那邊坐好以後 再起來床上睡覺 像我學完這個以後 我的床就換成那個余家店 那個 那個 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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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